下面就是页面 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模式 但是它的用处的用到的模板 都是它自己系统默认 所以大家区分的时候 不要想着我的这个页面 应该怎么去在哪找到 你就直接添加页面 在页面里你就可以选 因为他们比如说你种类不同的页面 它那个其实添加页面 就是方式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跟大家先说一下 这个大概的样子 然后现在给大家操作 大家更明白一些 先点击到页面啊 也是比如说我这儿 先是主页 然后点online store 是吧 在线商店 然后找到页面 找到配置 大家先添加一个 然后大家会发现 这个添加页面的标题跟内容 为什么跟那个博客文章的这么一致 其实它就是很像 完全一致 它都是一个东西 完全就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内容不一样 如果说你把它写的是联系我们页 那它就是联系我们页 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policy 就是那个那些的话 它就是另一个 只不过它的标题跟内容不一样 但其实它的这个 那个生成添加页面的这个形式 都是一个形式 你甚至会发现 它跟博客文章 这个那个产品 上架产品的这个操作都几乎是百分之八九十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 这个操作系统的好处 就是说让大家惯性思维 就是让大家熟悉这个操作系统以后 可以很快速的把剩下的也一起这个做好 但是坏处就是可能会晕 就是如果是那个思路不是很清晰的话 如果你看 如果我如果现在放在这 我没看这儿其实添加页面 我以为是添加博客 那容易晕 所以大家跟大家强调的也是一定要看好 点击的位置在那 这个是啊 比如说我先创建一个联系我们 内容其实你可以不用不用加 就它是可以不加的 你就可以先这样 你说我就是要创建一个联系我们页 是的 然后这个位置啊 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加 因为不加联系我们 你看大家如果想填这种表格的形式 这个表格不是大家去 大致的方向 大致的模板 都是它已经给你设计好的 我们具体改的只是一个这个位置 大家改的永远都是这些文字 所以大家生成的时候 他就在这生成的时候 我需要这种表格形式 你是自己做不出来的 那怎么办 我们要换模板 对模板里 你看我这么多模板里 它其实初始大家的界面啊 有两个 一个是默认页面 一个是contact 我其余的都是我自己创建多出来的 我是给大家测试看到的 比如说111号22也好 这个test也好 都是我后期创造的 为大家方便看 创呢 大家其实初始的时候都不用创这些 直接就按默认页面和contact页面去做就好了 我告诉大家这两个页面有什么区别 一个如果你选择默认页面 那它就是只有文字 只有文字 但是你如果选择contact这个页面 这个模板样式 它给你已经做好的初始的模板样式 那它讲的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应该这么说比较容易理解 我再save 你看 大家发现这两个是两个sim 发现没有 所以它这个位置它也不一样 看到没有 大家在这个位置 这个一定要注意 因为它不只是大家在挑sim的时候 要看其他位置 就是你后面的细节 就不光这个页面 你还有它就是一旦网页显示错误的时候 它也是会有网页的 那个网页大家也可以编辑 也是在sim里头 这个就是一种 刚刚我给大家说的是 PPT里面这个内容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刚刚讲的是这个特殊页面 这算特殊页面 但是这个特殊页面 是它自己包含在它那个模板里面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网站的设置里sim里头 它就已经给你总结好了两种 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放文字的 一种就是它已经给你准备好的表格的 刚刚我们发现好的第二种 就是contact这个页面 现在我再给大家讲 这个普通页面跟网站条例的关系 有的时候你网站条例 你不知道怎么生成 我先返回 这个是我刚刚创建的 这是联系我们 这是那个表格 大家记住 这是表格 添加页面 添加一个新的了 新的了 相当于我们自己喜欢 找别人写 还有一个就是它自己有模板 这个模板 大家注意 你看 现在我网站 我先把标题给它写出来 到时候我直接copy进来就好了 大家记住 一定先把标题写好 要不然等会找不着就很麻烦 然后敲以后我们点保存 刚刚没保存的状态下 我们是无法跳到这个设置上面 去copy的 这个保存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跳转到别的地方 然后这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个设置 设置里面找一找 看有什么好东西 找到最放到最下面 有个policy 有一个政策 它里面就有这个了 它既有退款相关的 也有隐私的相关的 也有服务条款 它这些东西都是它直接给你生成的 你可以自己写 你也可以用它的这个为主 它自己写就可能说 如果咱们不是涉及到这个方面 可能不太懂 比如说就是我 我就不明白这个 我可以用模板 具体更换 再去更换 你看替换为模板 看 但具体的里面 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更改 一定大家去阅览 阅览下来 比如它具体要填哪些 哪个地方需要我改 大家一定要改好 改好再去 再去那什么 这个位置你看 贴换为模板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你看 抓它抓它 就给它复制下来 我这稍微有点长 对 我全复制下来以后 Ctrl加C Ctrl加C 给它复制一下 或者是右键 给它复制 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 它给我们的模板 放到我们的网页上 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在点网页 找到我们刚刚想放进来的 这个地方创建好的 粘贴 这个模板 大家记得写 以后 再去保存 这里 大家可以从这看 它这个模板有两个 大家肯定都是默认页面和 Contact Us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大家理解的表格 这个是大家理解的文字 如果你选了这个 你也可以写文字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默认表格 所以选的时候 一定是要选择这个的 选择好以后 我们连内容都不用编辑 如果你需要内容的话 你再编辑都可以 这里再点击保存 我们直接去前 去那个 去Sim里去编辑 找到页面 Contact 进来会发现 它跟别的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 它是特殊的 大家不要被我这个多的迷惑了 你看我这个都00000 只有这两个 大家只有这个初始默认 你看我指的这个箭头 默认页面 还有Contact 大家应该只有 这两个的区别 就是一个文字 一个表格 如果你想让它直接变成表格 我们直接选完这个 然后在刚刚的那个Sim里 后台 保存以后 直接跳到这 编辑就可以 你看在这里面 我们再去找 你看 点击这块蓝色的块 我想怎么编辑 你看 页面 这可以编辑 大长 或者是联系表 你看联系表 应该怎么编辑 我要不要给它起个标题 我随便提一个 你看 它这个表格 你可以写字 可以写 这里头标题 你也可以写标题的 这就是标题大小 按也是 几乎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试试 这个大家就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设置就是 让大家更好的 比如说 真的就是想订阅 这个网站以后 让大家提交一个 那个email 还有就是phone number 或者是 想让大家提交一个 什么信息 你可以在这 如果它是自愿上标的 就可以直接交上去 就没问题的 更加其他分区 也是可以的 还有更多的 做Shopify电商 以及海外互联网营销的技巧和方法 我们会在美东时间 每周六晚八点的直播课里 为大家免费分享 想学习更多的跨境电商知识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chewietraining.com 和我们公司的网站 chewietraining.com 欢迎订阅